各位午安大家好 我叫冠宏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原制人创业的勇气加上方法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是因为其实很多年前 我就跟在座各位一样坐在有详厅 听了台上的讲者分享 他很厉害的创业的一些 公共伟业跟故事 但那时候原制还没有很多历史 所以上来分享的都是一些 外面邀请过来的可能成功人士 但是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说 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这边 用我自己的例子 跟在座的我的学弟妹们分享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为什么 我来自很平凡的家庭 大学是我以经济状况来讲 家庭里面是最艰难的一段 但是今天我有办法可以走到这一步 那我觉得你们比我有更多的条件 更好的基础 那我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创了一个品牌 叫做Core Major的调性耳机 那何谓调性耳机 讲简单一点 就是我打造根据不同的音乐 专属的耳机 有古典乐专用的 摇滚乐专用的 爵士乐专用 然后专门听电子音乐的 对 有不同的调性 那做到什么程度 这张啊 我们的古典乐调性耳机 到法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 古典乐耳机大赛 得世界冠军 打败各位你所熟知的那些 一线大厂跟品牌 还有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 这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全球有前三大歌剧院 纽约大都会 巴黎歌剧院跟雪梨歌剧院 我们的耳机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是它指定销售的商品 那我刚刚跟各位讲这些 不要忘记哦 我是跟各位一样 来自原汁的学生 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那 到底过程中啊 我是用怎样的一个方法跟态度来 一步一步去建构这些事情 我本身很喜欢运动 爬山 那 我有一次哦 去爬 因为我一直很想 我从大学就很喜欢做一些 别人 一般人啊 不会做的事情 好比说一天环岛 那我为什么要一天环岛 是因为那时候我有几个社团的好朋友啊 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台湾到底有多大 然后两个人就互看一眼 就说那我们就去环岛看看好了 然后看能不能一天马绕完这样 对 那 对 这边要付诸标语 这个行为很危险 不要轻易尝试 可是我们后来真的去做了 然后另一个 我实际上有做过的一个事情是 我去爬御山 可是我是选择单工 所以单工不是一个人去爬 而是一天来回 那 那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是因为就是要抽那个排云山庄啊 就连续两三年都抽不到 然后觉得还是很气 可是我们不能 我们的梦想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被阻挡 所以也是跟朋友 讲就是说那我们来一天单工好了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朋友很重要 但是真的 你有些梦想 但是总是需要有一些人 推着你 对 推你一把 然后大家就一起上 那我记得 我爬御山的时候是 开始爬的是凌晨四点钟 夏天晚上其实非常舒服 那宫顶的那一刹那呢 就是各位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我还记得我是正午十二点宫顶 在那个当下 我站在台湾的最高点 我看了万里无云的这片天空 我突然觉得 我很尊敬这片大自然 但是我也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世界有多大 我突然冒出这个问号 因为我很想去了解到底世界有多大 我想要用一些方式可以来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 那或许就像今天TED的主题厌世 我倒是没有想说要把世界吞掉 我已经体积够大 但是我一直想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带着我去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就决定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就开始我的一个创业之路 那刚刚主持人有介绍我的背景 是一个电机系的学生 可是我比较特别的后来做了工作 因为我想要创业 那我才明白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学生 如果要创业中间还缺乏很多的经验跟环节 所以我在毕业的那一刻 我并不是选择去当工程师 我选择一个工作叫产业分析师 我做产业分析的工作就是 我会经常必须去看很多不同的成功的案例 然后从中间找很多的商机 然后从里面去看 到底一个企业该用怎样的策略去执行方案 会比较好 所以我那工作做了整整九年的时间 我就一直在从中间去探索 创业怎么样才会成功 所以我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方法 创业要有勇气 可是同时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因为勇气让你有内在很强大的能量 去带着你往前冲 可是我们要回归到某些现实面 因为毕竟一个创业的过程中 可能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你还有一群的伙伴 那大家要相信你的某些理想跟想法是可行的 所以说我在做分析师的那几年 就一直不断的在探寻一些所谓的对的方式 很多人在创业的过程中会一直想要去找 所谓的商机 很多人在看商机这事情会觉得说 我想要看他那种众人皆罪 唯我独行的商机 什么意思 我有很多这种经验 就是突然间灵感炸现 想到一个这个idea超棒 然后当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就觉得总会没有人想到 各位 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症状 反正晚上睡不着觉 就起来Google 你会发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很多你兴奋到兴奋得不得了的idea 但是你上网好好的去看 你会看到 可能国外有某些很类似的案例 其实正在做 但是不是说这就不能做 但还有另一个状况是这样 很多时候你真的如果找到了 都没有人在做的一些生意 然后那真的是一个 你觉得很好的商机 那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恭喜你 你真的是天中英才 你真的很棒 找到一个很好idea 但是还有另一个可能是什么 是这个行业本身根本不会赚钱 它后面隐含着某些危险 所以没有人要去做 所以这一条路就是说 当你有一天 你觉得你找到一个 很棒的idea 都没有人做的时候 请你先冷静一下 先思考一下 但是其实商机还有另外一种商机 是什么 就是它的市场很大 你看到很多人 可能正在里面 正在做 可是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你怎么与众不同 这是另外一种商机 那我刚刚说 我做的雕性耳机 基本上是属于后者 第二类 那时候我在看到耳机 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当然基于我的职业的本能 我就有去做了一些研究 我就发现 哇 这个商品它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呢 只要你看简报上面这些产品 手机 行动装置 甚至现在正在炒热的AR VR这种趋势 还存在的一天 耳机这样的商品 它就一定存在 只是它可能以不同的形式 在产生 可能以前是有线耳机 后来带了麦克风 那这几年呢 一定可能就是无线耳机 而且是那种真蓝牙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市场 存在那里 这件事情 它代表一个讯息 代表你选择这创业的领域 你是选了一个池塘 还是选了一片海洋 因为你选择了池塘 它给你的资源 跟你选择海洋 给你的资源 一定不一样 那当然 你选择不一样的场地 代表的竞争者也不一样 所以 我很明确知道说 这个东西 它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的一个潜力 但问题我要想 那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于是我就开始去研究 以市面上 我们很熟知的耳机品牌 我把它归纳成大概两大类 首先第一大类 就是简报上面 大家看到就是说 标榜了很多年的耳机大厂 可能都超过三十十年 各位你如果去看他们的网站 都会告诉你 他们用最厉害的科技 最好的技术在做耳机 这是一类的厂商 然后另外一类呢 就是简报的下方 这几年非常的流行 就是很潮流 然后把耳机 基本上有点当成配件 一个装饰品 出现在这市场 不同的定位 看到这里 有一天我 我跟我的伙伴 突然间想到 好吊诡 耳机明明是拿来听音乐的 但是为什么全世界 没有任何的品牌 用音乐来打造耳机 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真的是欣喜若狂 对 因为它满足了我这个人 非常反骨的个性 我就是喜欢做别人 每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个 一个品牌 叫做Core Major 有调性耳机 那主要在这边呢 我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如果有一天 你也想要打造一个 所谓的品牌 对 请记得我现在 跟各位分享的故事 因为我在当分析师的时候呢 刚好台湾在提倡 所谓的品牌台湾 对 大家都拼命地 想要做品牌 所以我心中有一个 很大的问号 到底什么叫品牌 花很多钱去砸广告 就是品牌吗 那有一天啊 我就脑袋还在想 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就肚子饿饿 然后就去那个逛夜市 我就看到一个 卖那个鸡牌 然后它摊位上的名称 就写A4大鸡牌 然后就非常好奇 我就排队 然后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拿到那个鸡牌 不是有油皮纸袋吗 结果它油皮纸袋 就用A4纸做的 size一模一样 然后拿到那一刹那 我觉得老板 你真的是非常诚实 完全满足我 对你的期待 那一刻我真的突然间 领悟说 对 一个新产品 或新的企业 一个新的品牌 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满足 对消费者的承诺 真的就这件事 而且请做好 一个承诺就好 很多创业者 心里面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以前 会去访谈很多企业的老板 然后我都跟他们聊天 就问他说 老板请问你贵公司 哪一个部分是你的强项 请告诉我一件事情 那我遇到很多老板都会告诉我 关红我跟你讲 我公司不止 不止一个强项 我还有ABCDEFG 这样 对 讲了很多 那我每次听到这种言论 我就觉得这家公司未来不保 因为代表他完全不知道 他们公司最大的卖点跟特色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说 其实要建构一个品牌 就是你要有信心 就不要试图要讨好所有的人 那你要把你最主要想要给消费者的承诺是什么 把那件事要完整地做到一个极致 那这个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因为你提出一个新概念 市面上都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怎么跟消费者沟通 你要怎么样让广 而且这消费者不是只有在眼前这一群 也不是只有在台湾 而是在全球 所以你要用怎样的一种语言 让大家理解什么叫做调性耳机 那这个经验就来自 我那时候就是 刚刚说法国得奖 然后那个法国人就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Henry 我英文叫Henry 你为什么不做一支很厉害的耳机 然后什么音乐都可以听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就看那个法国人就说 那你怎么不做一个很厉害的杯子 什么酒都可以喝 那不是很好吗 你喝红酒用红酒杯 喝香槟为了让香气发散 你要用那种比较细长的杯子 喝威士忌又换威士忌杯 你也可以马克杯所有的酒都可以喝 所以那一刻他理解了 原来我在做的调性耳机是这个概念 就是因为不同的音乐 它呈现了一种录音的方式 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感受到的品味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过程中我们要让消费者理解 我们品牌想传递的讯息 必须回归到一个东西 也就是本身你的产品跟服务 这件事情 因为消费者接触我们 他透过了不是我去跟他演讲 像今天这个场合 不是 他可能完全没有听过我 也完全没有看过我这个人 但是他认识我们 CoreMajos透过我提出的商品跟品牌 因此当您有天创业的时候 请记得你端出来的产品或服务 要完全地把你刚刚的承诺 做到非常的彻底 我以这个例子 这是我们古典乐专用的调性耳机 第一个我们的配色 从里到外就要符合古典乐的风格 你看我们的颜色的灵感来源 就是小提琴 我们把小提琴那种胡桃木的红色 搭配上金色来呈现它外观的样貌 以古典乐这支耳机 它本身的内在 它的声音表现的特质是这样 我们去做研究的时候 发现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古典乐 其实欧洲以前他们贵族 皇室在他们从宫廷教会 那时候在听的一些歌曲 那个年代没有喇叭音响 它必须透过教堂的结构 然后产生的共鸣 听的人坐在特定的某些位置 他才能够听到最好的声音 而演出者在舞台上的每个乐器 它都是有规定的 所以我们那个小小的耳机 必须做到一件事 就是每个乐器的位置 必须非常的清楚 听了到小提琴在前面 钢琴在左边 钢琴在后面 非常明确的这种声音的定位性 然后另一个特性是 那个年代 那些贵族平常没有什么太多娱乐 要么就看歌剧 要么可能听鼓连乐 所以很多时候一首歌往往很长 二三十分钟 所以作曲家在写歌的时候 为了让那些睡着的贵族 把他们下行 所以突然间会 渐强渐弱那些声音的表现 因此我们这支耳机 在这个声音部分 必须要把我们所谓的顺态反应 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把刚刚说的调性耳机 这个承诺完全地灌注在 这个商品的本身 因为我是透过这个商品 去跟全世界沟通 这是在打造一个新的品牌 我蛮深刻的一个感受 那其实我经营这个公司 一共到现在六年了 那这六年来 我们到底走到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销售的通路 包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 纽约大多个剧院 另外呢 这个是在巴黎 有一个百货公司 叫做台湾 我们把它翻译成 利蓬马歇尔 利蓬马歇尔 它是一间非常高档的百货 然后还包括日本的鸟屋书店 然后Loft 对这样的通路 然后也涵盖了就是不同 像中国的市场等等之类 然后还有台湾的成品书店 这些过程里面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就是这世界很大 我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产品 让全世界人知道它 跟接触它 最关键的核心就是 本身你要让你的产品 或服务本身 自己会卖它自己 也就是你要让它自己 会收到人家的喜爱 因此啊 有些传统的行销 会讲说 行销有很重要的四批 对 我在这里可以很肯定地 跟新创团队的各位分享 如果有一天你要创业 创业团队的资源都非常有限 所以呢 你到底要集中在哪一个批 我很斩钉截铁告诉各位 请把所有的资源 集中在产品这一个批 我这边的产品 不是只有只有型的商品 它还包括无型的服务 因为当你把你的商品 产品做得好的时候 其他三个批会自己来找你 因为通路 他们永远都需要好的产品 这样他的客人才会一直去 那你的价格 如果你的商品够好 你自然就可以定到 相对合理的价格 而不会一直是用成本去砍价 再来 promotion有关于行销活动这边 很多的媒体啊 杂志 其实他们一直苦于寻找题材 所以当你今天你这个创业的 你这个创业的点子很好 你的商品做得很棒 那些行销啊 杂志啊 媒体 他们也会主动来找你 你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钱 所以这也是 今天我们的公司很小 可是我却可以 把这样的一个品牌 然后外销到14个国家的原因 对 这蛮重要的 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经验就是啊 我喜欢骑自行车爬山 那经常会有一种经验 就是我看了那个山头 我要走三天 对 身上可能背二三十公斤的装备 你在走的过程啊 一边走会一边怀疑说 你到底能不能到 但是 我的经验告诉我 你只要知道你该去哪里 你一定可以走得到那个地方 对 那个绝对没问题 只是问题你要花几天的问题 你是要花三天还是花一天 但是更重要的是啊 各位 你到底要去哪里 我反而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到底要去哪里 所以我最后也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想要创业 对 我送这句话给各位 你可以开始想 你以后到底要去哪里 那我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